宇宙奇观2 创造的奇妙 科学家发明显微镜 显出在小世界中神造化的奇妙 先从雪说起 这些是很平凡的东西 我们在冬天用雪玩雪球 做雪人 滑雪 坐雪梟 雪落多了 我们只有铲雪、掃雪 弄得腰酸背痛 但是雪的故事 并不是这样的简单 它是大量水的来源 能够帮助农作物生长 和用来做发电 比如说 在加利福利亚州的一个湖 5×20公里的水域 就等于有100万千瓦小时的电力 加上有1700万加卵的水 但是有很多带雨的乌云 从我们的头顶掠过 并不是像雪水一样落在地上 而消失在沙漠上空 你有没有听过人造雨的实验呢? 假如情况许可 从飞机上 扔一批干冰粉末 可能会引起一场大雨 不过雪片中的珍宝 不是在乎人如何将它融化 变成水而流入电力站或农场 肯一块有雪的山边 究竟有多少雪片呢? 如果要数数目 这样的话 既数不清又无意义 每一块雪片呈现六角形 就和神设计的原子差不多 雪片除了是六角形外 还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每一块雪片 仔细地看下来 是一块不同的 每一片就像一个特别可爱的珍珠雕刻 在闪闪发光的冰上 假如神竟然顾及 这些丝毫不重要的雪片 还给它们有这么美丽的装饰 这样,我们怎能不相信 它会顾念我们每一个人呢? 订阅文章 之旅